馬國畢竟 國務大臣 加入萊姆 我們開會 上次會議記錄已經放在我們各位議員的桌上 請各位議員詳諺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確認 向大會報告 發生於4月27號在岡山槍擊事件 警政同仁、警察同仁三天內被破獲追查嫌疑犯共五人 特別對警察同仁加息並以勉勵 對警察同仁維護治安的高度戒備 我們深表加息 在陳局長領導下 這次由我們趙芬局長指揮下 還有刑警同仁的免疫還有好幾個單位資源 讓本件事情很快就破案 特別我們給警政同仁、警察同仁的心 表示還有我們的大隊長 這個是非常 對維護治安非常有警惕作用 那我們 特別我們給我們陳局長 郭聖傑 謝謝 謝謝 我們今天的議程 繼續進行 我們保安部門的業務執行 我們現在請 我們第一位 發言 我們的鄭新主議員 我們發言 請發言 主席,我們保安部門在各位的長官, 我們先請教我們的王國長的衛生局,方局長。 剛才我和我們聯絡官有在講去, 有那麼多的電視,包括我主持的節目都插公益廣告, 說如果打枚,生病要看醫師,都這樣。 但是有和我們聯絡,一邊一國才的立背,我們不會做好設白公室的。 建博教室到現在五千塊以上,價格兩百才有賺錢。 我心裡就很奇怪,我們國養這些所有的長官在電視, 如果打開,沒人在高粱啊什麼,都可以賣那種甘霧的花。 那一宗甘霧我十塊而已,那你叫所有甘霧的我一塊十塊一邊, 那我經常不生意,叫買來吃就不可以甘霧好。 你如果去到,不管家庭進所, 那如果病人越大,越吃爛啦, 過後要五十一百幾條。 要五十一百幾條。 甚至就跟聯娃主婦有壓。 這個工具會不會感到怪怪的, 稍微甘霧,流一個品水就要買一塊那個, 在高粱啊那種的那種,我比一塊, 那一塊就十塊而已, 那價格沒在賺就好,他就抵抗, 叫人都要他先看, 啊這不是那, 啊不是空暗地主,來局長你看看。 局長,是。 來,局長,是。 謝謝主席齁, 感謝議員的關心啦齁, 其實,我們對那個健康的那個照顧齁, 其實我們這上,議員剛才說的是, 我們說那個OTC齁,就是說, 屬於我們藥聘裡面齁, 成藥裡面的移種齁, 可以公格,然後, 對那個,我們有一個觀念, 叫做民眾的自我健康照顧的觀念齁,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對經濟, 對一些那些,那些, 那些藥藥的本身有些寒座齁, 但是, 整體來說齁, 因為,對我們的健康來說齁, 對所有的靜頭來, 齁, 那要怎麼去處理的比較好, 其實現在, 我們統統的關係, 就是, 並程管理的概念在裡面。 局長,可能你五個分析的意思, 當然啦, 這個電子, 去給醫生看, 沒有要做那個車卡, 車卡,你聽到嗎齁, 沒辦法啦, 但是, 如果我留一個品質, 就說今天, 那家庭車要開, 那10公斤, 購買一個藥藥這裡, 花他10塊啦, 那一罐都60cc的啦, 一瓶都寒吃10cc啦, 我就都在吃那個而已, 比一個咧, 那他就來農會, 健保主委, 我們不可以當英明佩衣, 那些老伯伯啊, 我還說國儀給你聽老伯伯, 每天都在那裡排列, 那藥藥都在那裡, 那藥藥都在那裡, 那藥藥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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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庫, 那些是維護保護公庫, 不是你的公庫, 不是我們的教公庫, 這要轉達一下, 收拼不在擦, 藥藥簡單擦一個, 才不會好, 頭都三百, 三百一百個嘛, 是不是? 你不用再去那裡, 掛好白堆, 就檢保, 檢保那裡, 都這樣了解他, 本社的意思, 這樣而已而已, 我還請教, 在我們的這個業務報告, 你有說, 我們的經費, 有補助一個兩千, 一百七十二萬六千塊, 那你總, 五年多就有, 四千四百八十四個, 補助價值去啦, 當然你一般老人的是, 六千公四十一例, 總結是一千四百四十三, 總共四千五十幾, 那是今年多, 我是說一空, 二空一六年啦, 今年多, 的雅所, 差不多多少, 有多少人沒那麼多, 因為很多人都去本社會的服務所, 不知道那個, 那個社會的服務所會不會啦, 那吹去就掉了它, 都在那等沒班, 來教教你們看法, 一般來說, 好多恩dul 民眾來說, 他吹去鎮板工程救贓這些人 TED 由這個靈府 有檢查有需要的部分 原本不是大家都符合 目前差不多是 局長我在報告 夾出去是台灣 在我們的台灣全國是高雄市開機做 你現在如果是這麼多年度 一百空四年度 你縮有四千四百八十四位 多少沒用到的 在stamp by 多少沒接到夾出去 那些沒接到的頭多少 你什麼 去年差不多有 到去年就因為超過以前的部分 差不多要到九百幾 這個九百幾的我們現在 因為去年都已經平估過了 所以我們陸續的 近年再做 所以去年的九百幾的 只要 延貸近年的以前 還要繼續做 局長的意思就是 在去年九百幾的 去年 去年還去年一千八百的 而是說這個經緯齁 這個老人實在說 今天去台 台灣有這麼 不管說怎麼啦 像我這麼富裕 都只要接老人家出去的 江山人拼 這點齁 拜託局長 剛才留我去政策 很多人都在跟議員在服務處 對 大客人 說他敗不對 這個議員真的為難 這真的 我也不敢到幾個 跟你們瞧一個雞水旗的 靠近一週間還補齊 我覺得都在拍印象 對不對 這要盡量 下去政策一下 好嗎 現在有第五地政策 謝謝 謝謝 來請教我們的 建設局長 我簡單先 就幾分鐘來說 現在就 就 上次 我來一順條 這個交通局長 我說 大客人在坐 他本身 每一次 每一年 這個議員 都可以跟他見面 我要求 威罪不及 有的說 叫我就一隻威武工 這個威罪不及 是說 簡單的 不要去給我付款 這樣啦 這我一直在要求 交通局長 是 這都可以釣路 大塊 說什麼不可能 是我們全局開的 其中有再來 來掙握 就是說 現在 那個交通無所發授 那個車牌 可能共產黨 標語的啦 都主動會 會洛飾 洛飾 會洛飾 洛飾 都開店 所以我都提出一順 我提他 來去 身後 沒有後 還有這是 基山開的 當然是我們 局長的職業嘛 你後來都沒有 我在一順 高通局長 沒有什麼反應 我說唱一萬 不唱一萬 他就在庇面啦 但是 同這個時間 我在電台 我開始 一個媒體工作者 說這種 我沒有任何威力 深北市 總共 叫他的公文 來了 還叫深北市 的公文 等一下 我有跟 我們幾位 叫他談話說 深北市 我在電台說 醫療政策來契華 真的 高通 那個高通局 發你的牌子 齁 你如果 我用最強的 就落石 那檢察就開店 高通就發 三十幾 所以 人家 台北的 深北的 結果 都再來 撤銷 由 發年來 我們的高通 新所 高通發展 撤銷啦 說這個牌子 就不是 他招銷 你黑白的 廟拆的 怎麼會開店 有這個 這樣沒明明 他總是要黑白的 這樣 你怎麼可以 也是開店 結果 又檢測 國家不會相反 等一下 我這份資料 再給你 這是不是 了解 這罪不在 這個 這樣好不好 沒有 局長 先前幾段回答 感謝主席 感謝 店議員 這個 議員 抱歉我聽不懂 他是說 土改那個車牌 喔 意思是土改 它掉色 沒有啦 我台灣的 這個車牌 會主動 一檔這兩檔 吹風拍 那個把它掉色 要自己再描 他就要用 那個 那個 因為我跟他講 他講 你就要押拼 因為他要把他描去 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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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那天 就蓬佈了 局長怎麼去 不然說 電議員 你不存在 什麼 我說我現在 自己民進黨 在一瞬 沒人在插笑我 你聽不懂 這樣就完了 所以我 等一個 送一份資料 因為我還做反電批 這車牌子 他還在下 啊 不是他把他插掉 照相開 啊 不然 高雄市都沒有人 抵銷 賀款市都抵銷 人家又把他 建設局 國家賠償 又欠 賠償他 說他幾天 沒有他做生理 沒有賺 鑑林車 還照他招手 這點我拜託你一下 了解一下 他讓我告訴你 如果說他的刺激外 還要自己用實報 去 沒有去變形到儀館 來擦白 擦白的河嬤 會變色 會變色 這個照共 可以比較寬容 所以這部分 我們的研究 我等一等 送一份出料 還有另外 我請教你一下 那個在我們的 入府報告 二十九億 你說 盤地的平安 本期間 就是說 去年度到一年度的 所比平 吼 這個犯罪率 平安比高 這樣這個 這個男子的增加二十二% 啊這個 做小孩增加十八% 所以 總共 這樣增加二十一% 啊這個 真的犯罪率這麼高 這是 環境 不要 人家在犯罪 吼 或是 現在是 政府 還不接 啊這個 台灣人 萬壇 環境不好啦 沙灯 不行 他去犯罪 所有的犯罪 我都包含在他們 這種的高雄市 含外管市平台 我們這個犯罪率 增加是 二十一 七十五% 吼 這個人數 啊這個 女子的十八% 啊如果 女子的十八% 女子的十二% 這 是不是有的關係 平台差不多 還是跟我們高雄市 特別比較高 請教你 好 還有 議員報告 這個 那校園的犯罪 這都差不多 二十八歲 國中 國小的 不 國中高中的一個犯罪 大部分 一中的幾年 第一 可能是特殯 第二 可能是切桌 第三 更大眾的 上海 小孩 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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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三項 外面有標車 所謂的公共危險罪 所以 一般的犯罪 大概是這樣 整個 每一年 整個我們看 差不多都 每一個案例 整個沒有 但是 有一個案例 我們要注意 就是毒品 毒品的犯罪 每年都在增加 是 英港電視 有一個張博中 我北京去念不寸 台義的以前 很有名的 一個 有那個電視 現在做 親善大使 都在做 教導書 去感覚 去感覚 四月 看人家做選 在做他們的電視 他說 賈賭的這麼多 警察局 都扶一半 這件 他這樣說 我剛才有 哪有跟 我們的 全國的董事說 他說 我們都會餓 啦 這個 小孩剛才吃毒 他不一定要 他會餓 就等於仰案 撩後 如果比較大 沒辦法做一遍 但是 我發言就是 你們可以 撩 上去 我們的庭檢柱 庭檢柱 誰告報出來 你們 警察先生 跟他對 撩到 撩到 前三天來 撩到 你還要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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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之後 他就 是不是這個案 有這個問題 這個 有關 他要去 他會 他會 你們知道 撩到 撩到 三天來 你們還撩到 就都不用撩到 他就有案 撩到 撩到 對這種 沒辦法 來去反應 越來越嚴重 在我們的家庭 人生的報告 我在地 出牛率 30億 特片的犯罪率 減到 37.5% 這是非常 嚇人的 毒吃到 六心不韻 尤其是 這些青少年 這些 這個年齡年 在港街 國中 就有人在吃毒 以前我不太聽 這樣 來局長 對著這種 的 這 那 煩人 這麼厲害 那沒有一個辦法 以前我的小孩 吃毒 下去 就打三天 現在你會在 上 會到 你明天的報告 你明天的報告 後來又放 你們後來又 就只做 連環國而已 來局長 你的看法 議員 你關心這個 毒片問題 我給你的看法 我給你 說明 第一 我剛才議員 提了 有一個 壓制你做慈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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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這個 要全力 反駁 這無此事 這是張博州 張博州 他說這樣 太 有過分 有過分 那 跟事實不符 怎麼說 孩子 吃毒跟檢察有關 是檢察下的 這一點 我要駁斥 第二點 這個 毒品一直 是沒有辦法改的 即使他介製 治療 他有時候 一采 他也會再吃 所以這種 我們都列入 毒品的人口 毒品的人口 就是說 我們定毒要去 他 是不是要吃毒 你再吃毒 你再吃毒 吃得更大的時候 他後面會犯罪 危害自己 危害這個小孩 會更大 所以我們隨時 都要對這些 毒品人口 要監控 這是必然的 當然 他會發現 他還吃毒 他還愛你 怎麼有個人說放他去 不是說吃毒 這到底不是這樣 第三 去年我們發動 我知道 毒品也很煩亂 所以有特別加強 在取締這個毒品 所以毒品量有增加 其實我們現在 今年也比去年還要多 因為我們更強化 這個 上個月 三月份 地檢署檢察官指揮 我們高雄市警察局 這個是高 這個是高檢署發動 全國警察 全國的警察局 跟地檢署配合 我們是全國最高的 績效最高的 查到的量 是超過全國一半 地檢署檢察官 檢察長跟他講 所以我們在打擊 這個毒品方面 我們是不遺利 而且很有成效 好 這個局長齁 因為年外 在我們通計的報告 那個特工長這個 的犯罪率 有哪在我們三十一 裡面 你裡面有這個 教育聽多分析 怎麼特工長這個 四 要到四十一趴 增加要到四十一趴 就是說特工長 特大學的沒有 特小學的 像我這個老司 扎士的沒有特小的 比較不太多 怎麼特工長一批壓 他這個賈毒 齁 還是說犯罪率 還是說其他 增加要到四十點 九十點 到四十一趴 這理論上應該 含有教來去探討看看 啊說 擠越堂越本來越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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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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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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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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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沒有去送醫療戒指 所以我們在市政府有兩個計畫 第二個就是那個飛鴨 飛鴨計畫 所謂飛鴨就不是吃阿平的那種的 叫吃卡塔麵的 或是吃紅火塔麵的 這種叫飛鴨計畫 這關卡的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 有一個等於專案 跟邵家法院有一個專案 這個專案就是針對接來在福島 中央有補助,幫他治療 這有一個價位 第二,有一個專案 就是針對說在校生如果吸毒 這個吸毒因為影響到他個人 而且他求血 所以他會把這個資料給我們 不是要辦這個學生 因為在教育改動 可以給他輔導、可以交易給他去改毒 不過是什麼人你提供這個毒品 給這個學生 提供到校園 進入到校園來 有讓我們去查 我們現在在查 今年應該查十四驚 這個效果拿起來好 所以我們整個政府之間有結合起來 針對這些重點在做打擊 做防範 對 對 對 是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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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魚犯是被拚掃 有一個鳥妻 說他故事一樣 是要拚掃不注意 還要倒閉到 結果根本病毒 這個有病 現在所稱的 有感染的所謂魚犯 根本不是沒有 三個人都沒有 都沒有被老鼠咬到這件事情 那是不是其他傳播的 因為最主要我們看的資訊是說 他是透過傳播 或者說沾染 咬的唾液 或者是其他的 然後透過空氣 或接觸 才會感染 那這個也第二件事情 就是 我要講的是第一個 他是很容易謠傳 對這件事情 連菜市場的 他出賓家拼 他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對這個資訊的掌握 並不清楚 所以網路只要傳什麼 大家都認為什麼 反正現在就說 不要去 這樣而已 大家結果就是不要去 第二個對這個 漢胎病毒 其實他所了解的 是他很容易被處理的 就清潔之後 你做一個程度的清潔就可以 那我上看也是網路 說要一個月 然後我 我知道的這個事情 說你這很短的時間內 就可以控制這樣的 那是整個傳染的 整個傳染的途徑 每一屆 如果說你全面去做 那你要當一里一里 你要做 大概要 你一天可以做的 可能你要一星期 變一星期 一星期變一星期 那所以說我希望說 衛生局或環保局 很快的人力 很快的人力 就是說人力 跟部分的預算 很短的時間內 就可以解決 我希望我們衛生局 把這個東西 你決心 你看過天一來 我有這種東西 沒想到 應該過那個 而且他們並發到現在的 並沒有死亡案例 而且只要發現 治療都很容易治療 都很容易處理好 所以它沒有我們想像中的 一個危險 但是這個案例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社會 現在有網路的世界 是多麼脆弱 那所以說我們對一個 第二個要告訴我們 學到的是什麼 真的對所謂的 我們對傳統市場 夜市 當然整個城市的公共衛生 都很重要 那特別是夜市 跟所謂的菜市場 它是一個人 人流動密度很高的 而且是我們購買食物 或去吃東西 做很直接的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衛生局跟環保局 要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法 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整個後續 我們怎麼去處理 所以我今天所提的是說 我現在也是看 這些收集在網路 比較有建設性的 說的有的沒有的 我就沒拿出來 我們是應該要好好整理 因為傳統市場好時期 不要再到潮濕陰暗的 到處都是潮濕陰暗 廢棄物處理要集中加蓋 如果沒有這個決心 傳統病只會越來越大 受害的不是蔡市場 是整個社區 整個城市 我覺得這是很中肯 等下探這樣事情 趕緊把這個 怎麼樣做一個 人家說的 SOP 標準作業 我們怎麼重新建立 那你在那個區域怎麼去處理 這個我們的整個夜市 那我們建議說 有關這個攤訪 我們希望衛生局跟環保局 有一個安全衛生的認證標章 但是你是輔導 不是一個標準坑 來 不然我要出發 不然不然 大家再調一下 包括我想這個東西 大家都比我更專業 我們是提上 包括水邊周邊的環境 定期清潔認證 第二個 你廚餘 你的油品回收 你要一個 自制的一個 但是這個標準作業要跟 業者跟 攤判 要好好參與 大家要怎麼來研究 這回收系統 除由 你不要 不要有那個 分子要怎麼處理 有一個標準的作業 要拿去哪裡 油品回收 有的不可以回到水高 不可以回到那個部分 要把它整個有認證系統 然後你的食品來源 衛生局 對你食品來源 怎麼協助他認證 一開始我一定是鼓勵 我們在推動綠線紙也是一樣 你怕太近 業者會抱怨成本一下增加太多 但是我把這些標準都已經寫出來 你願意先做的 我給你認證 我先給你貼標章 我給你鼓勵 你願意先做的 我政府給你補助 你等一下 你別別一條雞 我們這間有認證 你雞不要別別 別別都賣 生意名 這間有 這間沒有 差不多就好 大家就為了 所以說 把這些所謂的先認證的標準 先建立起來 讓他們願意來follow這樣的一個chain 這是比較快 可以輕輕做的 那有些貪犯的主持 他的PM2.5是很高的 上次我看網路早半天 我以為是台北還是什麼 台南 夜市比較有名的 政府都變預算來補助貪犯 結果是羅東 羅東沒變得好 雖然我們高雄政府沒得好 人家還會補助 油煙機補助 淨化夜市的空氣 對業者 他在煮的時候 他身體也會比較健康 人家來 他也要油煙摸摸死 這個都是我們在這個 在這件事情裡面 我們學到的功課之一 這是我們對這個問題 是環保局的預算 還是什麼業務 你等一下環保局來提 那我認為上次科長在這邊 也一樣 垃圾的整個清潔 協助 對夜市的也好 有些是公部門自己要做的 有些當然私領域 但我認為不只能是公營的 或民營的 或夜市 它都是一個公共區域 要從公共區域的角度 除了他們自己要做的部分 要求他們做 有些政府要去做的 做那個 大車 小車 即時 隨時 隨地 越小台 有的巷弄 中間它才可以穿梭 而且要用乾煎的環保的車 所謂電動的 那這個也是請環保局 跟思考一下 我為什麼說 好像講很久了 是不是要 要改換 舊的也可以去換電動的 還是說 車停下來 再作業是電動的 還是整個車 我上次去台北看那個車展 電動車車展 也是一個電力驅動 好像台灣自己開發的 我知道國際的很貴 那國內有幾家 我也不曉得 只是那天我有看到 那個是清潔車 電動的 包括我看到電動巴士 也有在做電動垃圾車 那也有說全部電動車 也有車開到那邊停下來 把引擎關掉 我作業用電動的 就不會那麼污染 那這整個系統 我說 這件夜市 我們這次 所謂的 這個事情 我覺得好像抓到的 兩個部分 第一個 趕快把這個東西 先處理 先乾淨 先趕快 一週內 我覺得這個一定可以 我去看一看 其實三合市場 也都 沒問題 而且它併發的 有的是 是附近的禮 它住在附近 當然大家說 它在三合市 大家不是在那邊感染 這個要釐清 但我是做 大家要 事實 基於事實 澄清 降低 誤會的部分 誤傳的部分 澄清 第二個 可以改善的 不用閃避問題 趕快清潔 趕快做 告訴人家 它是怎麼去處理 怎麼去控制 我們做什麼 我最大的時間 最大的預算 最短的時間內 能夠把它處理 所謂的安全無餘 第三個 大家不管是衛生局 環保局 整個系統 能夠把它建立起來 這是我對這件事情的 看法 所以說 希望 衛生局 跟環保局 趕快說 一個禮拜 是不是可以 等一下回答一下 看今天 是不是能夠 發個新聞稿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 你一個禮拜做不到 你會跟我說 做不到 不要說議員 說什麼 你會說什麼 真正 你可不可以做到 如果可以 我們要多久內 可以把它確認它的安全 那你今天就可以對外宣布 這種東西 我們信心 但是基於我們的專業 給人的 要讓他幸福 所以第一個 這個請衛生局 可以答覆 第二個 後面的那個整個 相關的 是不是可以也 跟我們說明 環保局 請衛生局先答覆 可不可以在今天 對這個議題的 官方的正式 再次即時的 答覆 謝謝 謝謝主席 現在請那個局長 關議員 行論的問題 就直接回答 謝謝 謝謝主席 那謝謝議員 那謝謝議員的一個 也是一個 確實的資訊 就是說 並沒有人 因為和他病毒死亡 這件事情 我們一定要很明確的 那的確 我們有一些訊息 表示說有人在傳播 那我們也請 商請世行大 在網路上面去了解 那目前看得起來是 對整個網路上面 並沒有人 在傳播這件事情 可能是有一些 私底下的個人 視訊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 會密切注意 那議員關切的部分 其實 按照我們的 機關署的一個規定 他是要在那個 發病的 200公尺範圍內 但是 我們 局裡面 討論的結果 那我們決定 並不是200公尺 而是擴大到整個 包括 三合市場 或是光發液 等等 還有其他業是 全部 全面性的 那甚至於有 附近的包括 聯亞前陣部 也有69里 我們也投了一個 鼠藥等等工作 那 這個 那也很感謝 包括我們的民政局 我們的區公所 我們的環保局 我們的市場管理處 其實 全面的去做 那議員所關心的那個部分 其實 呃 後來我們這一波 我們總共目前抓到的老鼠 呃 總共140幾隻 那 那有送宴去看有沒有漢納病毒的 這一波裡面是目前是沒有發現 嗯 所以 這我想這也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 呃 因為過程裡面其實有人發現到說 呃 市場管理委員會也表示 是有少數的人 真的 大部分大家都注重的 可是少部分人 譬如說 其實我們現在夜市的管理裡面 包括我們的廚餘等等那些 都有一定的規範 可是 還是有人 再三勸 勸導之後 才在整個 我們手打手後 他才 真的完整的把它蓋好 齁 不過目前都已經 回復到正常市序 那 呃我所知道是像我們的市場管理處 在 這兩個地方齁 甚至於其他地方也有齁 他已經 已經經過已經兩 兩波的消毒了齁 齁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 呃 雖然說我們在CDC的規定裡面是說 要到四到六週才能完全的一個 宣布是沒有 但是 基本上 以目前的狀況來講 呃我們會覺得說 由於大家的努力 齁 包括整個 呃環境的安全 齁齁 他整個大家的一個 呃整個 標準作業的過程裡面其實都 有做到相當程度的落實 那這個繼續的就 補署跟那個 消毒的部分 那我們還會再繼續再進行 齁 所以這部分 呃也謝謝議員的關係 那在這部分 呃我想也避免大家引起很多的恐慌 那 議員講的也沒有錯 就是 漢拉病毒在我們台灣流行是 漢城型的 平常 我們有八種老鼠 包括常見的 鉤鼠 前鼠 家鼠這些 其實都有3到5%的一個 漢拉病毒被發現 這是全國的齁 那所以事實上 在這次事實上是我們會覺得說 即使發現然後大家一起通聯合作 那他目前就是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況 以上一個報告 那局長今天可不可以再把你今天所澄清的每天的最新狀況 當然有比較好的因素是哪些 譬如說我最近我們最近多少範圍擴大到69 抓到144隻這些第二波都沒有有這樣的一個反應 那因為依照規定是要4到6週才能宣布 但我也不是要提早宣布 而是說 這個病情一直在掌握中 而且當我們會一直持續 每天去發布這個一個訊息 每天你就有資訊給人 他就不會怕了 他沒給他這樣搖 舊的又拿來 拿那個刀回來就不知道 你每天都發 我今天做了什麼 今天沒有影響 今天繼續做 沒有影響 就是讓大家去 不要去預期四個禮拜 四個禮拜到了 我聽你答案 這不是這樣嘛 它是一個過渡 而且信心 那就是信心是來自於說 不是我盲目 而是說每天的資訊去揭露 我相信這個現在的人就會幫你傳 所以說希望 衛生局用衛生局的官網 去把每天的進度 你像那個 賴神每天在說的 那個 第一天的時候 身亡體力那麼高 每天一天兩次 我認為說 一部分是作秀 一部分是 真的是讓資訊 那樣傳達 這個功能是達到的 而且得到 證明的肯定 你賣公益做事 不做事 有些人批評這樣 其實我認為是 結果是好的 過程也是好的 所以每天 都發布一個狀況 對這個狀況 大家都在臉書 看 大家都在臉書 看 每天就算了 所以說 局長是不是每天可以發布 這個狀況 謝謝議員 我們會滾動式的 把目前的工作 向市民做一個報告 第二個 請 謝謝 環保局 裁局長 可以 再兩分鐘 謝謝 好 謝謝 主席 謝謝吳議員 那其實這個事情 在上週發生之後 就是 DNA 環保局跟衛生局 還有金發局等等 就進行了整個 這個在林亞 這個市場 商業市場 以及周圍其他市場的緊急消毒 DNA 給了1200桶的一個漂白水 那特別進行就是市場內的這些消毒的工作 另外 另外就是說 整個市場外的 以及整個一個垃圾清運 我們上個禮拜 特別在進行一個 算是 整個一個周圍的這個大掃除 整個一個整理 這上禮拜就已經做到了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議員提到有關於 像市場內有些油煙 油水分離 其實這個部分在 目前的一個環境委員管理知識條例裡面 就有規定 以得要整這個 那至於說另外剛剛提到有關 就是相關的一個 是補助他們可以去做一些的一個裝設 這關研究看看 需要多少的經費 看能不能從相關的基金裡面 去做一些的一個補助 我們再研究一下 這方面的一個補助的狀況 好 這個今天要錄出來 可以不可以 要錢要為一個來 那你先做的 你先做的我先補助 錢一定是不可能 大家一天就做 你先做我先給你 先做先給你 你後面還說 如果真的大家這麼做 那是好事 反而我相信市民議會也都願意支持 這樣的一個 從一個相關的一個基金來致印 我想這是一個現在比較急的 因為對這種夏天來 傳染疾病很擴散很快 希望能夠先做 第二個 我們先研議一下 有關 因為這搭配環境 我有支持條件來致的 我先說你待會 我可以說了三十遍而已 抱歉 你把那個 車內裡的 甚至於我說的 清潔車 可以拚電動的 所謂電動自動化 我講的是自動化 協助 市場內 市場外 也去做 包括垃圾車 客廳在這裡 為了那個事情 我發現不是那個問題 大家問 很多人可能不希望 垃圾車在外頭上拚 因為很多人有水經過 他們傳染疾病 也會減少 第二個 市民整個的配合度 會比較增加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 我們垃圾車在 所謂垃圾不落地 但市場大家都會把 在那邊等等 還是放在那裡 事後會非常少 可能有些要 有些要管理原會的 有些是社區 可以自己做的 自己做 有些可能就是 你做不到 我們現在政府 還可以拖到 自己去做 這些就是我們的 這些設備跟的內容 我們把這個系統 危險團包學 這個問題 我怕柯昌 知道我們要問的問題 怎麼樣去解決 制度上去解決 去這個議題 還是如果 你讓你給我一份 不知道 他們怎麼樣去做 這件事情 好 這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一個重點 是說 這一些東西 這一些的垃圾 放在那個地方 有些是落地 有些是先放在那裡 那盡量就是說 能夠安排 盡量不要讓它能夠 落地 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 那整個地 整個都是 因為那個含水量很高 我們研究看看 有哪來 因為有些是 都是市場 他們自己在管理 後手 反正叫後手 還會去做一些 太難的工作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研究看看 是不是說 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說 盡量不要讓 這整個 用到整個都是 這是整個制度上 其實 有沒有什麼樣的 一個設備 還是說 管理 要怎麼來做 我們謝謝 吳一鎮議員的發言 執行 現在我們請 林武中 執行 請發言 好 主席 我們保安部門 這些幹部 大家好 我利用五文針 講衛生局 利用十文針 我們就講 警察局的建議事項 來 來我們看一下 今天我要講 今天我要講 說這樣 比較難聽 但是 是對你們一種鞭策 衛生局的行政相驗 不要講十年前 我在這裡 我要跟新的衛生機 講 行政相驗 講得比較好聽 其實這就兩句 嚴死 我們都厭屍 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看一下 這個就是 對於非醫療機構 或會對於 就診轉診途中 死亡 或要取得死亡證明書 病死者 所執行的 驗屍行為 開這個 死亡證明書 的行為 看一下 我在這裡 要跟機長說 驗屍啊 其實 如果要叫你們衛生局來 我看 沒驗 那個應該 99.9% 確定是死亡 真正說你們去驗屍 驗屍就是死的 那個屍 就死掉的意思 那個 去看 我看 沒兩分鐘 我看 是比較要開個死亡證書 因為希望證書 一般都要十分 是要讓他們領保險 領其他 行政的證明 頂頂 其實去驗屍 我看不要兩分鐘 這個沒有什麼技術問題 我看是這樣 因為他們家的人 認定他死了 是要要你們 一個行政上 一種驗屍的報告 我看這兩三分鐘 你們收取1500塊 這個地方 有不大合理 我們如果六都 除了台北市 沒有辦這而已 我看台北市 他會出問題的 台北市沒有這種服務 他說 給所屬的醫院 只要有醫師資格 就可以去驗屍 而且他們收費是2500到3000 這是沒有議員 去抵順而已 這個問題會出問題 有的醫師 如果沒有耶穌 他可能會多說 因為人間 都會這樣 驗屍服務的話 或是對我們這個 一般的死者服務 都會盡量包一個什麼 暗包 像我常常在做店主館 人也是包暗包給我 我不是真的收 我都給你 撩一支 暗的說 啊 我有收到了 這錢我拿回來 但是你們 衛生機很多都照單全收 而且公然收費 這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收費標準 一百零三年 五千八百四十四公 將近八百萬 一百零四年 有四個 但是有含這個低收入 那個 合金也有五千公 有七百幾萬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 我們1500 相較其他四度 都貴了五百元以上 提供行政策直轄是 收費最高 台北市啊 他遲早要出問題 我怕是台北市的市議員 我絕對跟市長說 是你什麼意思啊 人收2500 這個收費是比較高 我們看台北市 他不管 他遲早要出問題 柯平也不知道這些 我今天做議員 我絕對 會跟他說這條 好 這條 台北市沒有辦 算了 他遲早會出問題 好 新北市 包括這個桃園台中 我們是一千五 一千五 但是 我們的低收費總理 有比人家比較好大部分 但是我覺得不夠 我建議局長 殘障 手測的有什麼列入 這是指定一貫的政策 照顧弱勢啊 那讓他查到這個 你這個殘障 標是我們對低收率弱勢 全部照顧到 我們高雄局率先實施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我再跟你探討一下 我 我要說 五元錢 我們 我們 醫生領一千 我們 我們 衛生局 你 可以把這五百塊 衛生紙 所屬 醫療 你把他納入 醫療藥品 基金 我覺得這個 有問題 這跟醫療藥品 基金有什麼關係呢 你 你 衛生局 還不出 一家五年 沒什麼 我們拿一千塊給你啊 你們拿這個 都要分贈 我講話要聽就是這樣喔 這個錢 我覺得 最好是 不要收 要不然 這是服務 要不然 你一定要 比 五度裡面 我們不能收錢 收一個意思就好啊 那真的 你還把他納入 這個醫療基金 來看一下 所以 我建議 行政相應是便民的 不是該收集 如此到過月 以食人爭彩 死人爭彩 本身建議條件 才是政策便民政策 這是我給你建議啦 你還把他納入醫療 還有醫療基金呢 藥品基金呢 你給他收五百的 他給他納入 你們有醫療嗎 你也沒有衛生紙 為什麼要賺這個五百塊呢 為什麼要納入你們有醫療基金 你們有藥品基金呢 我覺得這不對啦 別去賺這種錢啦 我就是這樣 你等一下再打我 好不好 不要賺這種錢 如果醫療去看 一千 會高一點 再降幾百塊 衛生紙不要收五百塊 下回再討論 醫療基金 藥品基金 你把這條幫我納入的話 本事絕對反對 到底喔 我甚至把你砍掉 沒有出百塊 五年 你是要收五百塊 要做什麼 讓你坐下那個騎乘的 那個不好 好不好 我稍微時間 等一下 衛生局長你再打我 來 接下來喔 我要再找一千 來 所以本事建議啦 這個低收中都外 本事建議 你有身心障礙補助者也要免費 才是真正照顧落實的政策 那個殘障的也跟我淚入 我現在講十分鐘的警察的建議 包括陳局長 現在的傳統辦案 這在三四十二年前到現在 傳統辦都靠什麼 靠人力 人力我們就說到現在做議員 我做四次 特別說 警力都不足 不可能補足 各局處都是這樣 包括環保費 但是我跟你說 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我有跟你想這個問題 現在的辦案 就靠科技 科技啊 科技一個可以擋十個 擋二十個三十個 現在時代是科技的時代 年力的時刻已經過去世了 已經over 我們看一下 這科技時代來臨 傳統辦案只靠警力 不但消費且效率差 隨著科技的進步 警力的不足 犯罪 手法日行科技 以及維護 治安最有效的辦案 我提出兩個 我們各位 鑑識器 你知道這個數目 大家最清楚 我們的鑑識器 鑑識器 兩萬五千金 全國密度 是第一 所以 我在這裡 跟各位報告 我們的鑑識系統 是屬了 新北市議員 我們第一 來 我們的密度 我們是第一 所以我們的鑑識器 已經是 已經是說起來 是很多 但是還有很多議員同事 還要努力爭取 但是外面 打拼 這大家都可以行動 但是呢 我在這裡 給警察局建議 我們鑑識器 維護經費 是很少 鑑識器 主要是這個維護 不是爭 光纖網路 我們如果已經爆發了 你再爭下去 就出問題 鑑識器 常常故障 沒有畫面 嚴禁條約 要發揮幾個點鐘 你才有辦法 你現在我把你建議 用這個來 所以 我 給局長報告 新北市 我有去探討這個計畫 A化天園計畫 他 他在五年前 我一百年就設置了 你如果有時間去問新北市 那個 那個 天園 實在 非常優秀 你看新北市 用鑄刃 不用就用 不用 用做的 整個都給他包 我們付這個辦案就好 不用說議員 要不然 要不修理 都不用 電信局 修理它的鑑識器 它的電信 專業 比民間的 鑑識器 的民間 還更厲害 還更專業 啊 修理很快 賣的就是修理 一化天園 監控系統 主要將整個鑑識器的功能 將龐大的影像資料 銀端化 並提供智慧影像搜索 以行車軌跡紀錄 裂中兩大心工 你看 包括這個 舉家你看 2 3 4 5 6 6 7 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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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這座天園 我們的檢視器是說 這裡就是一個人 就照到這邊 這邊就照到 旁邊左右前後都照不到 他這不是 他這整個 你如果有車牌好 他看他走那麼多 清清楚 比電視更清楚 比我們的錄影更清楚 所以智慧是 這個影像搜索系統使用 則特定的檢視器 以紅線框域 偵測的動態區域 智慧影像搜索系統 即可透過雲端處理 把所有的偵測到路連走過 或車輛行進等感應 到動態的影片篩選出來 不降低嚴謹的條約影片 所發揮的 你看他這 這個框處的區域 都沒有死角 沒有死角 前後左右 明明我們的傳統 到底這裡就照一隻而已 旁邊都照不到 他這不是 區域整個很清楚 他可以自動篩選影片 所以 我們如果透過車牌辨識系統 搭配電子地圖 呈現輸入車牌的車輛 行駕軌跡 幫助嚴謹快速找出台車錯案 或託證 我們包括輸入的車牌 形象行駕軌跡 我跟你說 這比我們的傳統禁止去 其實我們傳統禁止去 我在這裡跟陳吉祥報告 已經過世了 傳統禁止去 買一支收你一支 你一禁下去維修就好 這都不用 你就坐在那裡轉心版人 收取證據 其他都交給電信機 給他們用租的 我跟那個租金 我跟他們算 比我們買的 更維修的更少 我跟他們說真的 真的 不要讓我們擠援警 勞命傷財 搶搶搶搶 都不方便 在那裡 我們議員董事長說 敢死去 賺幾支 還要賺幾支 你如果用一支 我跟你說 可以動到30支 消費的 我們花的錢 也不會比原來就多 所以一級速得 我是說跟陳吉祥做建議 我們的援警可透過手機 平板 現在也可以透過手機平板 等上完行動裝置 其實健康錄影帶方面 還調閱歷史影像 還會顧及各支法 你嚴謹 包括局長 你可以在 都要使用我們 公家帳號密碼 並經過警察局管制 你把這項做好 就好 不是什麼 你透過這個 這個手機平板 作為查明的責任 以後查明責任就可以了 所以優點 節省辦案連立時間 二 機動性高 三 由中華電信提供監視系統 技術分析服務 減少警方自行監視系統的架設 維護專注在什麼 辦案 所以 本時一建議 跟你建議 高雄市的鑑識去的建設密度高 但在健康 在條約上還是有極限性 建議可參考新北市系統 納入科技辦案 一來減少聯繹負擔 二來提升辦案的效率 然後也要 像這個 也跟局長建議 現在APP 非常普遍 包括你做美食行銷 包括你要買家 現在APP 隨時 你只要上網 有那個圖片就看得到 這個警政APP 這個也是很簡單 提供民眾 以便民的警政服務 並以貼金民運生活為訴求 所推出的智慧型手機 即用我們的APP 讓市民民眾 隨時隨地 手續的資訊 可以用出來 這謂警眾APP服務項目 這個可以提供 110報案定位系統 165反詐騙專線 113護幼專線 防治酒駕 帶車服務 即使路況報導 可以看一下 所以六都 你看 人家都早就做了 112345 我們高雄市還停不在監視系統 還停不在聯繹系統 裡面 這個我們對時代 不到 我們六都 包括機長 我們高雄市 還沒有做這個最簡單APP服務 所以建議 相較於其他五都 任務設置警政APP 高雄市警察力沒有 這個 下兩分鐘 所以本席建議 可以納入設置 除基本服務項目外 也可以納入集警隊 護勞專線 還有其他的特有的 還有手創服務 提供市民即使以便利的服務 我們的警政 任何政策 任何什麼 都可以在我們 這個APP裡面 來提現 所以 本市 結論建議就是說 警力 有限 這句話 特別在地鼠 大家都會說這句話 但是 還是那句話 所以我們要客服 客服要怎麼樣 要朝科技無限 警力有限 名氣可用 現在我告訴你 科技無限 運用科技辦案 以及是當今的潮流 全世界都這樣 不是我們高雄 不但可以彌補警力的不足 減少人力時間的浪費 更可以大大提升辦案的效率 所以局長我很恭喜你 我們的治安評比 最近這一集 我們得到全國第一 但是我們不能生意為滿足 還要好 要更好 保持第一以外 我們的警政的 辦案能力 我們的治安 要把它壓到最低 不能都以第一就滿足了 那我們不進就折退 我希望 我今天的質詢 關心經濟 我要讓大家嚴謹 可以更方便 讓我們大家更進步 等一下 關於這個 天眼計畫 還有這個 APP的這個系統 等一下再請局長 我們現在請 衛生局 局長 我剛剛講的 行政相驗 本是首獎的 你是不是有什麼意見 你答悟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關於行政相驗的一個收費的部分 那 謝謝議員的一個建議 那我們高雄市是跟其他五都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五都只有在低收入戶 我們是在擴及他中級收入戶 所以這個地方有照顧到一些 但是議員的建議 的確沒錯 就是說對於 身上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會內入 好 這部分我們會內入我們的一個原因 那 那議員提到說 有 有 行政相驗的醫師 把民眾的紅包收入 這件事情 我非常在意 不應該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這部分一定會徹查 那對這樣的醫師 我們一定如果發現的話一定嚴懲 那 至於說議員講到說 只有 兩三分鐘的一個 以行政相驗的過程 因為我個人也執行過行政相驗 那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所以如果 我們任何一個行政相驗醫師 如果發生到 只看兩三分鐘就這樣草率了事的 這個我們也要處理 那另外 也跟議員報告 對於這個行政相驗的 因為他是 行政相驗是屬於醫療行為 醫療行為 因為按照目前的法規裡面 他既然有 有他的一個收入的話 我們不知道列入是 衛生局所 那是一起的一個藥品基金 所以那是一個按照法律的規定 所以跟議員說明一下 不過議員談到那個 那個 那個身杖納入 這部分是相當有道理 那我們願意去 做一個研議 然後做一個改變 謝謝議員 議員 我們要做一個法規 他只是一個台式 三個五年 也有法規定 意思是 你自己在調整 不要說 議員說 我的國略 怎麼聽見了 我的意思 說齁 是先 武力的法規 我可以聯想接受 我的結果意思呢 一千塊 還是最高 所以那五法規 沒有需要去 有的啊 誰規定 好 謝謝議員 我們回去做一個研究 那 有關於行政相應醫師的封擊問題 目前我手的病沒有資料 如果 我發現的話 我們一定要再三 要求 不能有這樣的行為 謝謝 謝謝 這我們要確實來要求 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議員 請請記者 謝謝 謝謝 林議員 對我們這個整個科技犯罪 給我們 提供很寶貴的 這樣的一個建議 包括議員 你這篇的一個 質詢內容 相當有價值 可以值得 來我們參考 在這裡 表示 感謝 那我給議員報告 現在的犯罪 分成傳統的犯罪 傳統犯罪 強盜搶奪 搶奪 切刀 在鞋子上 臭人 那一種叫傳統犯罪 第二種 現在已經提升到 網路犯罪 科技犯罪 知通的犯罪 網路譬如說 有耐 再連續盜取個資 駭客 這一種是比較高級 也是我們警察現在比較陌生的 那傳統的犯罪裡面 就是靠那個監錄系統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的那些什麼 縣民 平衡的監控 就可以破案了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 傳統的犯罪 做得非常好 破獲力很高 而且昨年犯罪下降 不過我們剛才議員提過 我們不能自滿 有一些已經該淘汰的 已經要有一些技術提升的 就像台北市要技術提升的 我們一支一支檢視 我們不再有兩萬五千支 現在要砍掉 差不多現在兩萬支 而且加上要加入那個車變系統 這車變系統我們去向市長 包括市長很支持 所以今年準備要做 把這個資金挹注進來了 甚至有時候還有一些盲點 這是剛才議員你提到的 就是要有那個移動式的 移動式的就針對很多個案 很多活動 還有很多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去裝置的 我們可以架設 然後把這些影像收證感應 抓回到我們自己的情務中心 或是我們指揮中心 這一部分明年我們應該會完成 我給議員幫我們再提升 而且在檢討 這部分大部分都是針對傳統犯罪的 那網路犯罪非常幸運 我們刑警大隊有一個科徵組 本來是一個任務編組一個組 現在警政署同意變成一個偵察隊 本來10名要扣政到30名 這30名都具有科技辦案的這個技能 而且這個知識 但是這樣不夠 我們還要普遍化 砸根到分級的偵察隊 這些偵察隊過去也都是辦傳統犯罪的 他對這些知通犯罪 科技犯罪 網路犯罪 他也不懂 所以我們逐步要來訓練 加強提升 然後對這些犯罪者 讓網路犯罪 那個詐騙集團就是網路犯罪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比較 就是說前面性 而且比較專精的這種技術 未來詐騙集團一定是 絕對逃不了 以上給議員做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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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林武宗議員 這個視頻的中譜 接下來 請劉新政 議員 謝謝主席 是把那個泡片放出來 一個我要請教的 就是有關於消防局 消防局陳局長 這個問題 我實在是非常不解 因為有很多 我們消防局的同仁 跟我反應 我看了這個表之後 我是覺得說 應該不是只有我們消防局 我們應該很可能 其他的我們的局處 也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如果說是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認為非常要顧得 高雄市政府跟縣市 跟高雄間合併以後 高雄市政府的首長 高雄市政府的所有的措施 不能以征服者的姿態 去跟高雄縣 原來縣政府做一個整合 大家看一下 我只是把這一個呢 我們消防局的這個現況 做一個說明 我們呢 現在消防局 因為他人數比較多 消防局的目前的 這樣的一個主管的比例的情況 大隊長 原來呢 就是高雄現在有六個 原來高雄市的三個 高雄縣的三個 這個各佔了50% 高雄縣佔50% 這個可以接受 接下來看一下 副大隊長 我們原來高雄市的 有四個 高雄縣兩個 然後呢 原來高雄縣的 所佔的比例是33% 科市中心主管 這是一個機構在運作過程當中的 一個骨幹 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他呢 我們原來高雄縣的消防局的同仁呢 主管只佔了 百分之十一 好 百分之十一 那另外 不是專員跟秘書呢 因為這邊還有股還沒有缺 所以呢 在這邊百分比呢 我們就沒有給他做計算 再看一下 組長股長呢 也是一樣 高雄縣的原來的同仁呢 只有佔百分之二十三 中隊長百分之三十七 很顯然的 很顯然的 高雄縣的同仁 是不是比原來高雄市的同仁 還不如 能力比較差呢 我想應該不是 不至於這樣子 應該是在於 感情上呢 可能很多過去都是我們陳局長 我們都帶的 比較熟悉 所以呢 在很多的 植物調生過程當中呢 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現象 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我認為 這個應該不是只有在消防局 在其他局處 我不曉得 我等一下再請教一下 首先呢 我請教一下陳局長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現象 請陳局長回答 謝謝子希 謝謝劉議員的關心 第一個因素是 我們在 縣市合併的時候 高雄市原來的直等 就比我們高雄縣的高 所以在 合併的時候 就就地安置 所以他的值等 原來就比較低 第二個 我要跟 劉穎報告的 到現在還講說 縣市合併有什麼不公平 我是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公務人員的升遷 是有一個公務人員的升遷法 每一次在辦算簽的時候 都要按照 升遷的值積分 來臺民處 你這個說法 我是不會接受的 為什麼你說這個 合併以後 這樣的一個升遷 是按照公務人員的 什麼辦法 跟首長 跟長官的提携 這個絕對 有關係 絕對是有關係的 我要跟劉穎報告 你當局長 你也知道 一級主管 只有一級主管 不用算資積分 你清楚 那其他 各級的幹部 就要按資積分來 來處理 我算資積分 按照你這樣說 那原來高雄縣的通常就不要差 不是不要差 我要跟立援報告 因為已經經過了 經過了六年七年了 我要跟立援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原來 M轄市的科市主管 他就九值等 原來在高雄縣 他是八值等 但是已經經過了那麼久了 難道七年了 難道這些組長 股長 他們也只有占百分之二三 比例上 我們原來高雄縣的 這個還是 有兩位科市主管他退休了 原來高雄縣的兩位科市主管 退休以後 退休了 是不是要 他們的機會比較多才對 退休以後 一級的主管是 不用算資積分的 我覺得這個 我提出來 是希望說 我們消防局 因為人數很多 他們在第一線 是非常的辛苦 我是希望 能夠重視這樣一個問題 他們給我反應 請局長 能夠 我了解 我要跟議員報告的就是 人事的問題 從來沒有一個說公平的 沒有聲道的 就說不公平 我知道 但是這個現象 實在太 這個現象差太大了 如果說局部分 我們這個有些不公平 那沒有關係 如果是整體性的不公平 局長 這個就有問題了 沒有整體性的不公平 這個表就顯示了 整體性的不公平 那是原來基礎上的問題 請你注意一下 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線的同仁 既然有這樣的反應了 他們表示說我在努力 我的前途 我的將來呢 好像被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 不影響士氣的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好不好 接下來 我請教一下 警察局長 局長 我們 最近增加的 違規照相機 高雄市增加了幾台 今天增加了還是 我們每年都增加二十個 二十個是差不多十二個 十二是數位的 那把以前 類似的提升 這樣 最近不只增加二十個吧 在奇美地區增加了大概就二十幾台 二十幾個 違規照相機 整個大高雄增加了多少 我請大隊長 好 主席 劉議員 我們那個奇美地區嘛 我們現在目前有十支的測照感 奇美地區八萬六歸嗎 八萬六歸 二十幾台 十支 十支 大隊長 我們真的要追查下來嗎 二十幾台 齁 等一下數據你再給我正確的 齁 如果說 增加的台數呢 有些甚至於密到 三百公尺就一個 我想我這個數字呢 我曾經跟 我曾經把這個訊息呢 有跟齊山副局長 楊副局長報告過了 三百公尺 在隆堵國中 那這個東西呢 你設的那麼近 是不是容易讓人家覺得說 我已經這個已經過了 讓我速度稍微加快一點 剛剛好就中標 對不對 那怎麼會這樣子呢 三百公尺 是不是 為了要達到市政府 罰款罰金十五億的這樣那個目標 所以就把老白信的口袋當提款機 警察局不能當幫兇 如果這樣做法 是非常要不得 非常要不得 這一部分 我是希望 警察局呢 去把這個增加了這樣的一個 違規照相的台數呢 到底有幾台 是不是能夠讓我知道一下 我在總質詢呢 我再提出來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非常要不得 到齊山 內門 都 到處都可以看到增加的 增加的 違規側數 照相機的增加 老百姓呢 出去了 包括去二十八號道路 到田苗 路口那邊 也都增加 所以我真的會覺得說 處處充滿危機啊 都不是照相的危機啊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要不得的 作為一個政府 好 大隊長請坐 再請教一下 我們警察局長 如果說 局長 您 碰到像上一次 酒駕然後被警察 碰到了 兩個警察在車子的兩邊 但是呢 要抓他 他不肯下來倒車 去後來壓死了一個七歲的女孩子 五歲的女孩子 局長 如果是您的話 你會怎麼處置 陳局長 能不能答覆一下 避免這樣的意外的發生 本來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 因為 對於警察執行那個公權力 民眾本來就應該配合來 來接受警察 局長 因為現在壓死人了 如果說今天是你 你是警員 你怎麼樣 你能不能做一個示範說 到時候我會怎麼處理 才不會說這個小孩子不會撞死 因為當初他執行的時候 那個個案我不是很清楚 我從報章上 但是那個一個小巷子 一個賣 就是有擺很多癱瘓的 他們在那裡要使這個駕駛者下來接受檢查 他們也沒有注意到說他會倒車 對啊 我們要怎麼防患 不管前進後退 局長不可能發生 而且那個是行進間的一個盤查 就是說要讓他停下來 來接受盤查 那這種狀況會是比較很難去預防的 那如果我們有架設攔截點 然後有做一些安全上的一個措施 即使他衝出去或接受檢查 都比較不會傷害到其他民間 局長我剛剛請教您的 就是希望有一個SOP的一個標準出來 讓我們遠景的能夠有所依循 好 如果是我這樣做了以後呢 有造成這個遺憾 第二件事情在這邊發生 因為我們的警察 目前在抓 酒車也好 抓賭也好 經常就是追 好 追到田裡面 然後呢去追 追到就是 在後面再追趕 像這情況呢 容易發生意外 好 那這樣的情況 那不追 那到底要怎麼一個情況 像這樣一個案子 能夠讓我們警察同仁來 我們局長有一個示範 告訴我們說 那這個要這樣做 好 他們有所要一個標準動作出來 好 我是希望說像類似這樣的 我們要引以為見 好 很不幸的 在我們警察抓過程當中 退 就倒退了 撞死了一個五歲的這個女孩子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 好 很遺憾的事情 好 我是希望說 局長我請教 如果說一個地方 有經常有市民在那邊聚會喝酒 警察可不可以站在那邊 在埋伏在那邊等他們出來抓他們 可不可以這樣子 針對取機酒駕的部分 我們在警執法第八條它有一個規定就是 這個以發生危害或是合理判斷 易發生危害的交通工具 我們可以去埋伏嗎 可以去埋伏嗎 可以去埋伏到人家聚會的外面去等 他一出來 一上車就給他抓 可以嗎 至於說 當然它是違法 對 假如我們在執行訓諾勤務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輛車子有酒駕或是 我是說埋伏針對我的問題大隊長 埋伏的話 他所謂的埋伏定義 在那邊守候還是 鎖住代兔嘛 可以嗎 一般來講 假如是定點零檢查 這樣的話 老百姓 當然 就是喝酒以後駕車絕對不容許 好 但是呢 如果說用這樣一個鎖住代兔的這樣方式 就在附近 是不是可以 做出一個SOP出來 告訴我們的員警 可不可以這樣做 可以這樣做就這樣做沒有關係 如果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在那邊 老百姓在那邊聚會的時候 就覺得說 老是後面有警察在那邊 當然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他們因為知道有警察在外面 以後他們喝了酒不會去 不會酒駕 也是一個他的好處在那裡 但是這個有沒有檢討的地方 議員報告 這個我看過很多門婚局和帕首 他都會這樣做 路邊小攤有人在這個聚集這個喝酒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社交 一個活動 我們都會發宣傳單 宣導單 這樣就對了 你先告誡 給他提醒 你等一下喝多了 你就不要開車 對 那如果你在開車 我們當然會 議長 勸導 勸 勸導優於 優於處罰 好不好 好像有這樣的地方 我覺得說 經常他們有這樣的情況 就過去勸導他們 等一下喝酒不要開車 這樣比較苦喝的 對 不要說我就守住帶兔 然後你們出來 我就抓你們 我覺得 一方面你去跟他們 跟他們這樣的一個交流 也促進彼此的 就是民眾跟警察這樣的一個關係 對不對 我覺得局長講的是對了 我覺得這樣很好 請坐 還有我現在請教一下 我們環保局長 環保局長 局長你知道我們現在的 垃圾車的車零平均多久 車零 那個車零 垃圾車 車零 目前大概 我們全部的車輛 以一千多部 大概五百多部 現在是在十年以內的 局長 檢查一下 垃圾車 本身是要促進 是要把各個地方的 髒的地方 要把它運走 清乾淨的這個地方 但是 我覺得我們的垃圾車 經常在 載著垃圾過程當中 沿路 那個滴漏 那個髒的那個水啊 垃圾車過了以後 就髒跟臭 好 好 如果說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應該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我們的清潔隊 沒有好好的清洗我們的垃圾車 這個過程做的不徹底 第二個 就是垃圾車老舊了 混漏 到處在製造髒亂 這個對於一個環保局的一個單位來說 這個是剛剛好做了一個非常要不得的事情 請局長呢 這個問題呢 去注意一下 反而製造整個區 如果在都市裡面 都市的一個一個髒亂 另外一個 即使是鄉下也好 你也是接過比較熱鬧的地方 好 我是真的是 看到了不少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不好 局長 請局長請教一下 好 我們 目前 好 我們目前的 這個垃圾減量的問題 我們現在怎麼做 局長 我怕因為時間問題 垃圾減量 我是希望能夠 我是希望能夠落實 包括 現在我們的農用的網子 我有打電話跟局長講過 農用的網子 現在我們也是收來然後去燒 好 事實上這個東西呢 也增加了很多很多的我們不必要的垃圾量 而且我們在處理過程當中 我是希望局長 跟農業局協調 農民一分地 他就要給他收 我們環保局要給他收1300到1500 這樣的一個錢 如果說 如果說 把農民 農地的 這些 這些農用的 一個 垃圾的處理 當作是工廠廢料處理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標準 工廠跟農業 農用的廢物的產生 的處理方式 應該呢 是不一樣的 好 是不是請局長跟農業局 來協調 關於這樣的農民的 用過的網式 的這些處理呢 好 再一分鐘 這些處理的費用呢 是不是能夠給予補助 或者是高雄市政府來負擔 編內負擔 因為這個沒有多少 為了這麼一點錢 然後呢 農民把這些 把這些網子呢 塞到水溝裡面 塞到水溝裡面 或者在燃燒 又再製造二次污染 好 像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是不是局長能夠 能不能看 他可行性怎麼樣子 有沒有怎麼對策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這個部分是 上次議員有提過 就是 用完後的那個網子 主要是那個黑色的網子 我們後來我們有研究過就是說 這個部分其實我們 假設我們把它回收回來 我們發現就是說 這個東西 目前它的一個 後面的去化的管道 其實它那個部分沒有人要收 沒有人要收 所以即便回收回來到環保局這一邊 結果也是 也是放在我們那邊 變成去化管道是有問題的 所以在目前為止 這是最後的這個去化的部分 要來做一個克服 那至於說前面跟農業局這邊來做討論 來做協調 這個部分我再跟農業局的蔡局長再討論一下 看這個部分剛剛議員所提出來的這個狀況上 他的可行性如何 這個部分跟議員做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劉欣甄議員 向大會報告 因為下午是公務局部門約務報告與局執行 所以我們盡量能夠在十二點半以前結束 現在我們休息一分鐘